那咱们接下来 哎呦 有一个地方其实没有做 一个地方呢 没有做是什么呢 就是日期的排序 日期的过滤 你比如说 我哪有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我把日期这个list filter加进去 看上啊 date加进去 然后 来看 这个有是不是 这里怎么啥都没有啊 并且这这啥都没有 就是 这些怎么出来的啊 choice字段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flat choice 那个 那个东西对不对 但是这个date 你这个date 你你你 你这个你这个怎么过滤啊 每一个时间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那你这里有一半条 你在这难道显示一半条吗 很显然不是 是不是啊 对 人家这里是怎么过滤的 看到没有 他不是 他是不是规定了一些时间段啊 啊 然后你可以按这个时间段过滤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说啊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前端有要求 说我可以指定一个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然后从这个日期进行过滤 那你这个就就用咱们这种模式可能要就不太合适了 对吧 咱们这种就是说哎 我可以做到哎 看像这种 是不是规定好按照这个时间段过滤啊 那你这个怎么搞啊 这怎么搞啊 啊 这个 这个 下行 首先我想要的是呃呃 先不说你在前端显示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显示显示成这种格式啊 你怎么能显示成这种格式呢 那个是应该是你自己自己定义的吧 那你怎么做啊 啊 你在发现这个字段是日期格式的 你就自己生成一段给他相当于对不对 对吧 好了 那 那呃在这个 有 在这个filter这个函数里面对不对 是吗 我想是在filter函数 不是在filter函数吧 是在那个 是在那个前端显示的时候 前端显示的时候 然后看看在哪里显示的filter 检索 检 扔的filter element 这个地方 对不对 嗯 啊 这里 啊 这个 你看 如果filter的object choices 有东西 啊 condition是什么 condition是什么 是 我改一下啊 叫filter field 是吧 嗯 是啥 迷糊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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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我操 那 你在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去render的时候 你拿着这个date自断 交到这个template tag里面去render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先判断它的数据类型 它这个 自断的类型啊 是日期格式 是不是 不是日期格式 你就自动在这生成 是不是啊 嗯 ok 啊 ok 那 怎么写呢 这是不是获取 同志们 这里是不是获取到了field obj 看到没有 是不是获取到自断对象了 是 获取到自断对象之后 你看这里做判断了 如果啊 他是foreign key 我就怎么怎么的 对不对 对 然后 再加呗 再加判断是不是就ok了 然后 然后 ftype的 field obj 点 那么 然后 等一个 不是等一个是这样的 它这个格式有两种 一种是data time 一种是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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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嗯 啊 三四三四点data 这个是data time 对不对 data time 然后它的格式就叫Datatimes 是吧 就是modus. customer. 然后 还有一个是data 哪个里面是data 哪个表里面有一些data 有一个表 有一个表 叫那个什么enroovement 不是class表 开班日期那个 class里面是不是有一个start data 是不是data feel的 是吧 我是不是应该判断这两种条 这两个的话 你都要返回那种格式 对吗 所以就是印了吧 对不对 对 看嘛呀 那个小学在放歌吗 一个是data feel的 如果在这个里面 那我就等于是自己生成那个 生成那个字段了 对不对 这里已经有option了 我后面是不是就是 element加就行了 是不是啊 那给他生成几种格式呢 嗯 先写个列表吗 还应该是一个列表了 要不然字典他们又又又又什么了 还还还还还什么了 是吧 一小时 一小时等于60分钟 一小时等于60分钟 首先 我们先获取到当前的时间 是不是就是在从当前时间往前数啊 往前减是不是相当于 当前的时间 不用时间抽也行 先获取到当前的时间是吧 当前的时间是 我想是data点 时间 data time点 ok 当前时间 我是不是应该先导入这个data模块是吧 来 注意了 导入这个data time模块了 从哪里导入呢 我一般你们是不是直接引炮data time嘛 对 呃 呃 其实这个地方呢 注意了 注意听 这里导入应该是from jungle点 utility的time zone import data time ok吗 因为你要加上这个之后就涉及到他用张 他用的是你的project里面时区的那个时间 这个意思是吧 因为你这里面配置的有时区相关的嘛 对吧 对不对 对啊 你要直接引炮data time 你就用的是系统那个了 对 就不是项目的了 对吧 import data time 不用 data time就可以 data time 然后呢 然后呢 对 data time from 在这里试一下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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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tmdelta 然后是不是减个tmdelta 默认里面是天是吧 days等一个3 我没导入呢 是不是减掉了 那我就动态给前段返回这个吗 对吧 对他要返回近七天的应该是从七天前的零点开始 对不对 是吗 还是当前时间啊 按说是零点 按说是零点 不是当前时间 按说是零点 所以其实你这个像什么 可以筛去吧 先别着急 看着 等一个这个之后 我可以直接data看一下dnr这个data啊 有方法是直接d点 nr d点 ttodd ttodd 就是不要后面的,后面这几个都给它改成零 有一个方法来着,我记得 是绝对值嘛,台湾Tupot是这个,是Rug的Time 那我就只能是 CTime吗?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Data Data 是不是这个 对吧,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减个Time Delta,然后Dase等一个3,5 就是这样减啊,就是从零点开始吧 按说应该是从零点开始 你不想从零点,那你就直接讲嘛 对不对 我们这里从零点开始 这就是说 在这里你应该做一个 哪呢 最后在这个地方 Tag里面是吧 好 如果它是 这是什么呢 today element today today 然后 today today 减个 不是 就是 data today 是不是啊 不用减 然后 yesterday once more 是不是啊 yesterday 对不对 是不是减一啊 一天 一天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还可以进七天啊 对吧 last seven 吧 是吧 last seven days 六 就是这个地方 你这里就建议就应该是 直接这样写了对不对 省得它再算一遍是吧 对 对 然后还有是不是三十天啊 然后还有是不是三个月甚至是 90天是吧 你就减天比较 其实还有一个叫month month to day month to day是这样就是从这个月初到现在 这是经常查的一个条件 对 本月初 对 所以呢 你就变成了什么呢 那你这个条件就就不行了 你就不能减了 你怎么能从月初开始呢 很简单 没学过吧 replace学过没有啊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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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个1 对不对 好 好什么呀 对吧 就是month today 是不是啊 mtd 你学过吧 没有 英文你所写就是mtd 代等一个1 是不是 叫month to day 对吧 然后还有近半年 近半年 近半年就是什么 last的180天 是不是 然后 180 然后是不是再就是一年了 360 或者是366 那你这个地方又得什么了 又得又replace year了 是不是 卧槽 2011 哦没有没有 你在这里data的时候减一几个years 是不是 没有 没关系 我们就365 我们就365 这个润年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叫year to day year to day 就是从今年到现在嘛 对不对 是这样的吧 对吧 year to day的话就是怎么样 那你是不是把这个month改成1啊 那你是不是把这个month改成1啊 month等一个1 然后 day是不是也等一个1啊 是不是这样啊 就month year to day 从这个地方 year to day嘛 element嘛 element嘛 是不是啊 然后 replace 然后month等一个1 对 等一个1 对不对 这下就够了吧 比张国都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他 还有三点 那你就不说了 做成一个 做成一个 做成各种option吧 是不是这样啊 没错吧 对不对 对 对 放在一个列表里吧 对不对 放一个列表里 那行 可以啊 就是 啊 date element 他 哦 不行啊 不能这样写 那我们就这样 然后每天每一个都给他append进去 不就完了 行吧 嗯 把这个给他放进去 行不行啊 可以吧 他费也要加啊 他费也要加啊 费也要加啊 是不是这样啊 是这样加吧 不是吗 上面都购口 那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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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你只能这样添加进去了 还是厉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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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什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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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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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话 哎呦 的 这是 这些鞋里面会讲 啊 这些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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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他的 什么这些鞋里面 嗯 在前端展示的时候 应该是今天吧 写中文 那就不能外国人用了 就是今天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 昨天 昨天 昨天还有风格 好吧 然后 就是昨天 然后再加进去 什么呢 七天是吧 就近七天吧 去七天 对吧 这是七 然后这是多少天啊 三十天 然后在这里应该写一个 叫Month to day 本月 本月对不对 然后是哪个呀 然后 再就是九十天吧 是吧 那 一百 一百八十天 然后 再就是什么呀 三百六十五年 不是 这是一二十二十 是吧 本年嘛 然后 再就是 近三百六十五天 是吧 近一年 这一年吗 近一年吗 近一年 那里有个去年 嗯 嗯 嗯 你连以前的科技都变成平墨 本年 本年 这三年都有了 本年 都都有了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就等于他其实常用的条件都有了 对吧 常用条件都有了 好了 在这个基础上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给他变成一个个option 给他加进去啊 啊 然后 怎么搞办法 找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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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elements,然后select the jama,对不对 加什么呢 加这个atom value是atom1吧 这是真实的值,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是不是显示的名字 就是个列表 atom0嘛 然后这个selected现在好像 selected先给它置为空吧,好吧 可以吧,selected现在用不到啊 ok 这样是不是生成了一个 生成一个什么呀 生成一个下拉框啊 生一个下拉框之后,你在前端来看着 刷新 是不是就有了 没错吧 有了这个之后,注意了,这里呢会出问题 你所有看着啊 今天的数据 为什么呀 他写的date等于啊 date等于啊 你们意识到什么问题没有 你这近一年的数据怎么什么都没有 date等于啊 不可能出现等于啊 是不是 范围搜索呀 只能是大鱼或者小鱼嘛 对吧 对吧 所以 此时这个地方,你在后端应该做个判断 要不然你在后端做判断,要不然你在前端就直接写死就行 前端写死也行 就是你前端这个 这个,你看同志们 你看你是不是写的这个啊 你把它拼成这个,他最终的结果是不是 不是 前端那个条件是GT 是吧 不是下滑线GT,是filter的条件 所以你前端不能什么,那你前端,你可以在这里啊 是不是把这个 date的这个select 这个name 两个下滑线 加上GT是不是就OK了 GT是不是就大鱼啊 是这个样子吧 这个你还不能,不太好在前端写死 那我们就这样啊 就在后端 就是 过滤的时候给它动态加这个GT 判断如果它是日期类型 可以 行吧 没有意思吗 大鱼等于也行 对对对 大鱼等于吧 就是 有GT吗 大鱼等于 可以吧 在哪个地方在那个 试图里面 在那个filter 在哪里加 不是我这个条件 我就是我这个字 在哪里加 不是鬼 它就是在过滤啊 怎么叫过滤后的呢 在过滤中啊 你这里是不是开始过滤了 你过滤其中就包括一项是日期过滤吗 有可能是不是啊 你正在日期遇到这个里面做判断吧 你这个条件做判断了 你判断你 你现在是不是直接简单的就把这个过滤条件给它拼接起来了 你没有判断这个字段的类型啊 你这里要做一个判断 说如果这个字段 是一个 如果这个字段 是一个 日期 是一个 那那那先停在这 动住 先停在这 先停在这 什么也别说啊 我现在能过滤consultant他吗 能过滤外溅吗 能过滤外溅是吧 啊 行那不用停了 确认一下 过滤外溅没有问题 那 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在哪里加这个 筛选条件的时候让他给他加上一个GTE吧 是这个意思吧 加上一个GTE 怎么加这个GTE呢 怎么加这个GTE呢 判断他的 判断他的 最终的 注意吗 首先最终的查询条件是不是就在这 是这样吗 你只要在这个里面其中他这里面涉及到有一项是 DATE的对不对 我在这里不已经打印了这个 过滤的时候看一下 看到这个 FILTER CONDITION 你看着啊 稍等 我在这打印 近7天 FILTER CONDITION呢 我是不是在这里给他改成一个GTE就可以了 是不是他只需要下滑线GTE就OK啊 这个意思吧 大鱼了他就可以查了 大鱼等于查了 这个 他说的对呀 他说的对呀 你看呀 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 我这个 标签是不是在TAG里面生成的呀 我在TAG标签里面加上不就完了吗 可以 我在TAG标签里面你看 我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地方生成的一个 SELECT ELEMENT呀 看到没有是不是啊 我在这个地方 给他 加上不就完了吗 你现在我是不是在这里直接写死了是FILTER FU的 是吗 我带 我在这个里面给他加上 我判断如果他是日期类型 我就把这个地方 给他改成一个 杠杠GTE是不是就OK啦 你看 我在这里别写成这个格式了 因为离叶我在讲什么吧 离叶 我别在这 我先把这个 就是生成一条新的 因为看视频的时候知道 我在这里给他改成 FORMAC行不行啊 就那个什么吧 FILTER FILTER好吧 然后在这里不要写了 然后 现在是这个对不对 SELECT ELEMENT 然后 然后 呃 如果 如果 他的格式是日期类型 我就敢把他的什么呢 我就在这里写写死一个FILTER 哦 FILTER FILTER NAME等一个什么呢 GTE GTE是不是啊 对吧 然后 在后面写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FILTER 是吗 对不对 想这个FILTER嘛 对不对 没错吧 这是如果他是日期类型 我在这里 给他特殊处理一下 是不是啊 如果不是日期类型呢 如果不是日期类型 那我的FILTER FILTER NAME 是不是还是等一个FILTER FILTER 是不是就OK了 然后最终 我在这个返回之前 我SELECT 我SELECT FILTER FILTER 一下行不行啊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有意思吧 等一个FILTER FILTER FILTER NAME 然后 SELECT 等一个他 是不是就OK了 你有意思吧 啊 此时 我循环 然后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 啊 发现了 哎加上了 是不是加上了 看到没有 这个加上了 但是你看像什么其他的是不是没问题啊 是没加呀 就只有这个加上了 那你此时 你在搜 今天的 双下滑线是不是啊 双下滑线啊 来看 1月10号 是不是啊 然后我搜 昨天的 没有 从昨天到今天 都有是不是啊 近期天的 总共有5条吗 才 啊这里加了一个这个 过例条件的是不是啊 那我要搜今天的 是不是4条啊 全都是今天的 然后昨天啊 就近7天的 对不对 然后你要近一年 近本月 是不是都一样啊 都有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OK了 那个意思吗 这是不是日期也加上了 没错吧 嗯 very good 好了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稀里哗啦的掌声啊 来来来别走啊 干嘛去了 没休息呢 还没休息呢 还没休息呢 这这这这只是说 我们把小地方做完了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远离 远离 你